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的主要是生殖功能低下和生长发育障碍的一些病症 那就算肾经不足 而肾经气亏虚之后表现为不能故色 出现了那些大小便 胎 胎运 冲症等等 实于故色的现象的病症 那算肾起不顾 大概这几个病症这么来把它鉴别区别清楚 这是肾的虚损性的一些疾病 第二个方面介绍了一些六腑的病症 那么六腑除了概述性提到的一些内容 具体的病症提了胃的三个虚症 胃气虚 胃阳虚 胃阴虚 三者把以鉴别 我们说已经把它鉴别了 特别尤其要注意胃阴虚 是没有典型那些虚弱的一些症状 在宗教匹胃里边 阴经虚虚 一般归属在胃阴虚里边 最有特点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是前面一节课的主要的一些内容 那么紧接着再往下的话 教材193页第四的一个阵型 说的就是胃的一些实症的病症 第一个首先说的胃火赤胜症 胃热症 胃热赤胜 有很多名词 总的来说这么一看 应该是胃的热症中间的什么热了 实热症的 这就是胃火赤胜症 一定说的胃的一种实热症 这就是它的基本概念 也是它的这个病机所在的关键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说要诊断这个胃火赤胜症的话 那么在诊断的这个要点方面来说 就要注意的 那么首先要说是定位在一些胃的症状 肯定是要定位在胃 那么定位在胃的症状里边 最主要的最容易的是胃痛的 胃晚疼痛 前面几个胃的虚症里边 都有一些胃晚疼痛 现在这个是实热症引起的疼痛 所以它的疼痛特点是灼烧样的 火烧火了得觉得这个胃里边疼痛 一般老百姓还说的这个有烧心的一种感觉 这么一种胃火赤 这个灼痛可以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 那么这儿是一种病 因为胃火赤身呢 实际上这一个症里边可以建于很多不同的疾病 所以它的诊断要点上不是说所有的胃火赤身 必须要有胃晚疼痛 这个胃晚疼痛的人要说是现在解剖意义上 胃晚胃腑有病的 是吧 这个实热它就疼痛 那么我们还说可以什么呢 影响到消化的 它的主症上不一定说是有胃晚疼痛 就现在来说 它并不一定真的是胃腑这个器官上的疾病 它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 我们认为这个是胃火 比如说它是以消骨散鸡为主症来就诊 多食一鸡 吃了一会儿又饥饿了 然后这种人一般说来还形体比较消瘦 是吧 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在前面讲问诊说到 消骨散鸡就是胃中有热 中医说胃热则消骨 是吧 胃热则会消耗水骨了 所以它一下烧灼掉了 又饥饿了 然后又想去吃 是吧 就消骨散鸡 所以像这一类的疾病 可能就是一种疾病的病种上 它建于什么病呢 我们中医说的阴流 前面我们讲胃火刺身建于阴流 其实说假抗的之类的 是吧 消骨散鸡了 还有可以是肖壳病 肖壳病三多一少的中肖 中肖胃热过剩 它多十亿剂 是吧 所以它的疾病病种和胃婉灼痛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胃婉灼痛就可能就是胃腐本身的病变 是吧 而消骨散鸡为主阵的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些疾病 这个也可以诊断它 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的一类 第三 甚至于我们经常生活中间爱说的一种胃热的话 可能是什么 不说生活 一般的临床表现里边说这个 说我们最爱说的这个 口里边觉得口气很大 有时候病人来就诊 老说我觉得口气很大 不好意思给别人一说话 别人就说你这个口气很大 那么口臭一般说是弱 这儿最直接的就是胃中有弱 循着诗管 循经上来了 是吧 所以口中特别的臭绘的绘 臭绘这种 就可以 就这一个就主要是定位在胃弱了 这个也可以 这个它当然就没有其他的什么 也没有胃腐的那些病 是吧 我们一般老百姓说的那种上火的口臭 是吧 这个可以诊断 再有我们说可以什么 牙齿疼痛的 口腔科现在说的这么一些疾病 当然这个牙齿疼痛最主要表现在牙龄红肿疼痛 一般老百姓都说是牙齿痛 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牙龄红肿疼痛 甚至于可以牙龄出血了 我们叫齿钮 牙齿本身不可能出血 是吧 但是我们的术语上说齿钮 就是牙龄这个冲血最后出血了 那这一类的我们为什么要说是 胃火赤胜的十恶症 另一般说牙疼我们最容易想到中医说可能是什么脏腑的病变 胜 胜足骨 此为骨之鱼 所以牙齿疼痛的很多可能是胜虚的 但是还有一些 那么我们说是胃火赤胜的 一个是实症一个是虚症的 那就是由于中医认为牙龄是足阳明未经巡行的地方 足阳明未经巡行到牙龄 他要经过牙龄走过 那么这个时候有弱 寻经火热上炎 所以他就牙龄红肿疼痛 那红肿一定在中医看来该是实恶症的 因为中医给大家讲过 热意致肿 是吧 热血容易导致红吃肿胀 甚至于热血太胜 破血忘形 就导致 现在说是牙龄出血了 是吧 我们以前说的持牛 所以这样的华兰就是说 这个就可能完全是口腔 是吧 这个方面的疾病呢 现在看来就不是说胃腐 胃体这个解剖上的胃的这个病 但是我们中医说 这也是一种胃活 是吧 所以我们要诊断胃弱症 它的诊断要点上来看 它所具备的一些病种范围的华兰相当广泛 在临床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科的一些疾病 是吧 当然既然它是胃弱 赤肾处于食热症 所以多少肯定一定要伴随那些什么口干口渴 是吧 小便黄赤 大便干燥 面红 蛇红 胎黄 卖瘦 反正这一类的一般的食热症多少一定要有一些 是吧 这样你就肯定可以诊断它 这个就是一个胃弱 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心火赤肾 肝火上炎 这些都是食热症 但是这儿呢 它是定位在胃弱 这样就可以诊断这个胃弱症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 所以胃火赤肾在临床上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症型 疾病范围种类很多了 很多的 可以注意诊断的 诊断的 当然那么特别是以胃弱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就有可能我们前面讲胃阴虚是不是也是指的胃弱灼痛 是吧 因为一个是虚弱 尽管胃阴虚的虚弱的弱项不是非常典型 但是毕竟它还是算阴虚的一种 是有点阴虚阳抗的虚弱 所以又都可以以胃弱灼痛为主阵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鉴别了 一个是食热 一个是虚弱 而虚弱中间胃阴虚又没有典型的朝热道汉五心繁热这些虚弱症 所以鉴别的时候你就不能笼统的说 以食热和虚弱来鉴别它了 这个就不像心火刺肾和心阴虚 食热症虚弱症一下就把它鉴别开了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比较一下 胃阴虚和胃火刺肾正在鉴别上 都可能有胃腕灼痛的情况呢 毕竟阴虚属于虚症 疼痛的剧烈程度要轻一些 要轻一点隐隐作痛 那么食热症的胃火刺身疼痛要剧烈一些 这是一 第二的话能都可能影响到饮食 这个特点差别比较大了 一个是鸡不欲食 一个多食一鸡 一个是失去胃阴的滋润的 它就不能受辣功能降低了 所以吃不下去 一个是被火肉把水骨全部给消耗掉了 所以它要不断的吃下去补充 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所以这个鉴别点 如果有就很好 把它鉴别了 其他的肩症 舌相脉相 那可以说是一点阴虚方面的 至少要说是阴精不足 精液不能滋润的现象了 而胃火刺身一定找到是食热症的症状 所以在全身的肩症色脉上 可以说是这个食热的一些现象来鉴别它 这样的话能把胃阴虚和胃热症 两个都是胃的热症里边的话能把它区别开 不要混淆了 因为治疗的方法上我们前面讲过了 胃阴虚该怎么治疗 知阴养胃 知阴生经来润 是吧 移胃了来移 而食热症的胃火刺身要清热泻 是吧 清热泻火是清泻胃火 用的方药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们说的石膏了 织母啊 苦寒的就黄年了 是吧 这些来清泻胃弱的 那不一样 而胃阴虚一般是不能用这些药 是吧 所以两者必须要鉴别开了 鉴别开 做两个阵型 临床上治疗上才能比较准确的采用 所以这是胃弱症的第一个 第一个方面的一些症候 一些症候 大家生活中间呢 可能比较容易碰到的 就是口气比较大 你这个要清泻胃热了 还有可能有时候牙疼的 火锅这些再多吃一点上火了 一会儿牙疼了 这些时候清泻胃弱的 这两个比较常见容易碰到的 这是第四的一个阵型 胃火赤胜 再往下的这个寒饮停胃 还是在那么胃里边的一些实症 当然主要是属于寒 那么这个病症的话呢 从概念上来看 应该说这个病症 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地方 已经提到过这个阵 既然是隐停于位 那么我们在哪个阵型里边 已经讲到了 就在隐症里边 隐要停留于位的 就是什么隐 悬隐是隐停凶血 邪恶 是吧 那个是在前面讲肺的病症里边讲到了 是吧 隐停凶血的叫这个悬隐 是吧 这个就是隐症中间的谈隐 是吧 我们说是隐症中间狭义的这个谈隐 这个地方的谈没有包括 谈症和隐症总称那个谈隐 是吧 它只是隐症中间的一种 隐隐比较清晰的隐 停留在胃肠 是吧 这个呢是叫隐症中间隐隐病中间的谈隐 所以这个时候也就说在下面复习的时候 是可以和经验病辩证里边的隐症 隐停于位的那个去结合起来进行复习 是吧 就这么一个病症 因为隐症我们说多半可能是阳区不能温化水液 才导致水隐的一停 所以它在寒热的性质上就属于寒症 是吧 所以我们这儿在讲丈夫辩证的 说它叫寒隐停位 这是第一点 概念上和前面的有关联的注意把它结合起来 既然它隐停于位就是痰隐症中间的 是吧 隐症中间所谓痰隐 所以临床表现的辩证要点上 我们前面讲痰隐的诊断要点是什么 一定要有什么 偶犯清水还要有胃肠主要是要水深陆路 长明作响 是吧 所以它主要的辩证要点 你看这儿还是这么叙述的 有了水隐停留在胃肠 所以挽伏脾脏 胃丸有水隐挽脾脾脖脏肠间有水隐 所以腹部的脾脏脏脏脏脏 所以这个肯定是可以定位在这个的 虽然我们名称上说是隐停于位 其实的话呢 我们说是隐停位长的 是吧 与这个有关的 因为两者来说都是阳明经 一个是足阳明位 一个是守阳明大厂 是吧 所以它在这儿关联是密切的 那么有了水隐比较多了 胃是合降了就呕吐出来 所以我们才知道它是隐 因为呕出来的是清水 清晰的属隐 愁着的属痰 是吧 我们前面讲痰也可以停留在胃 有一个痰症里边也有一个 痰着停留在胃的表现 是吧 这儿就是说要清晰一些的 如果没有偶犯出来 我还要说它是隐症 那就是因为水隐在肠间很多了 没有胃气善意 偶不出来了 那么肠间水隐多了 中间的气体从肠道一过 就怎么样了 那就水声咕咕咕的 水声碌碌了 所以他要用这个 是吧 书上说的 那么有胃中有整水声 是吧 整水声 前面在讲痰隐 我们说的隐症那个地方 你再去看 他写的就是肠间 是吧 水声碌碌 六路下行 就这个表现 所以诊断上 他一定要有这些药 才作为诊断 隐庭未尝的一个 隐庭未尝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 辩证要点 辩证要点 这是第二的一点 第二的一点 那么制法上 既然他是寒隐庭未了 所以肯定是要用温热的药物 才能化隐的 是吧 所以能用的是温化 温味化隐 那么他和一般说来 是吧 我们说谈就爱说造诗话谈 是吧 那么就直接把诗造出去 而说到隐 一般就说 含症就比较明显了 是吧 一定要温才能化隐了 一定要用温的药物 所以这是 在谈隐庭未 谈隐庭未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在前面的经验病里边 已经提到过一次了 再复习一下 这是不同的章节 用了两个不同的名词 其实就这么一个 具体的病症 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隐症 那么再往下 这个含痣未肠 第六的一个 那么我们说 也可以概念上来说 就简称的 是吧 这个是胃 这个寒症的 是吧 前面说 为火赤肾 主要是为热症 这个呢 就说主要是为的寒症 当然寒症 也是说 它不是那个阳西生寒的 为阳西 是实寒症 就这个意思 那么就是寒症 所以既然 那么从它的定义上 教材上说到了 寒症未肠 是指的寒血停留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规定它的这个 主要的 这个临床表现的特点 一定要符合 八纲病性辨证里边 讲到十寒症的特点 是吧 十寒症的特点 但是现在这个十寒症 我们前面还讲 肝脂 这个寒症肝脉 也是十寒症的 是吧 还有其他丈夫 也可以是寒血凝脂的 十寒症 所以差别就在于 要找到定位在胃肠的症状 一说找定位在胃的症状 最典型的 胃里边有寒 那就胃完冷痛 是吧 肠道有寒 说的是腹部的冷痛 是吧 所以他就最典型的说法 是要找到 晚腹的冷痛 寒血凝脂了 脉筋脉就 狙击乱缩 乱缩了 不通则痛 很容易发生这种疼痛 这就是一般说的 寒症胃肠 最典型的 这个表现 一般说来 比较容易在我们 临床上碰到的人 就比如说 过失深冷 吃冷菜冷饭 蔬菜 瓜果 这些冰激凌 吃太多了 对不对 你会觉得这里边 胃里边 这儿 顶在这儿 是不是 这个冷痛这种特点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直接外来的这些 寒血 是吧 直接停留在这个胃肠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寒症胃肠里边 最主要的 最主要 特别是在胃 所以我们说这个寒血 不要一定的只是说外感 风寒 这个寒血 和生能 这些饮食的生能 这个都算是外来的寒血 这是一类 主要当然以胃 当然还有可能寒症胃肠下面说到的 是以腹泻 是不是 或者这个可以是腹泻清晰 可以也是便秘 那这一类的就说寒血 脂重胃肠的 比如说我们说有时候受粮 有些受粮是咳嗽 发糟了 是呼吸道的症状 有些受粮了 直接拉肚子了 呕吐 拉肚子 腹泻了 那个就风寒 脂重胃肠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主症 当然他也有一些腹痛 是吧 这种为主症的 也是我们一个寒痣胃肠比较常见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病种范围来源 是吧 这些都是可以诊断的 诊断的 这就是第一条 关于寒痣胃肠的一些疾病范围 其他的 是吧 行寒之冷呢 是吧 口淡不咳了 舌淡胎百啊 那么这些脉 脂脉 脊脊 脉成 这一类的我们就说一般的死寒症 是吧 所以这些表现 看一看 得温则解 是吧 欲寒加重 那这些肯定说明它是寒症 是吧 就行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 关于寒痣胃肠的 诊断要点方面 第二 那么毕竟来说 我们前面说了一个 魏阳希 也是属于魏的寒症 是吧 而且也是魏晚会发生这个冷痛 是吧 啊 那么这个时候都是魏肠的一个宗教的一种寒症 那么 但是魏阳希 毕竟来说在魏 要说非常典型的区别出来 那是宗教的阳希是虚症的范围了 是吧 所以我们说两者注意把它鉴别了 当然这个鉴别 我想经过我们反复讲到 其他丈夫也讲到了一些时寒和虚寒的鉴别 是吧 可能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要怎么去鉴别它 虽然也就是说来了一个病人 迅速给你说了有了魏晚的疼痛冷痛了 你可能想到这是一个魏的寒症了 那你就进一步要 去确定一下究竟它这个魏的寒症 是外受的一些时寒症 还是阳希不能温序的虚寒症 那么你就看这些伴随的症状里边 疼痛 我们前面讲了魏晚既然有疼痛 要鉴别时症的疼痛和虚症的疼痛 关键用起岸聚岸 那这个可以鉴别一下 时症的疼痛剧烈 甚至于完全聚岸了 是吧 那么虚的不能温序了 疼痛稍微要清绵绵作痛 时间长一点 是吧 又按压着热敷着就觉得舒服一些了 是吧 所以这儿可以鉴别 怕冷的方面来说 时寒症容易是什么 怕冷 物寒的特点 是吧 虚寒症容易是胃寒 这个可以鉴别的 是吧 虚寒症特别我们一般强调胃寒 是吧 这个是 那么虚寒症的阳希了 不能温序的呢 他一般说来 主要是不能温化了之后的话呢 水液这些也停留多了 大便一般应该是腐泻的 是吧 寒症未尝的 当然我们说也可以腐泻 刚才说了 但是有些 他毕竟来说凝制了 阻止不通 阻止不通的本身应该算实症的范围了 是吧 有便秘的人绝大部分容易作为是食寒症 是吧 也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不是说 这个寒症未尝就一定只能是便秘 是吧 我们始终的说 中医他诊断疾病的一个思路 一定要审症求因 有了这个症 可能是这样一种病激原因来诊断 是吧 这样去解释 但是不是说有了这个病激 就一定必须出现那个表现 是吧 这个我们来说 他始终是两个方面 因为中医学 他是来源于看到临床这些现象 再来归纳 总结他的一些病理病激的 是吧 所以这儿 寒症未尝 那个有个便秘 是可以作为鉴别的一种特点 第三 那么如果说蛇像方面来说的话呢 那么杨虚的强调 水叶不化 可以比较淡而胖嫩 滑 是吧 而寒痣未尝 这儿虽然没有明确的 如果要说蛇像上 可能寒痣甘脉 与杨虚的差别上 而寒痣未尝 与杨虚的差别上 可能主要要在什么上面去区别 胎怎么样 太白皮 为杨虚肯定还是太白 可能会怎么样 厚一些 是不是 可能有寒血组织了 他可能说太厚腻 白腻 这些可能要明显一些 是吧 一般说来 而杨虚的话呢 水尸停留了 比较胖大 水滑 齿痕 这些可能性更多一点 是吧 卖相当然区别比较大了 就主要是看有利无利了 是吧 那么说的 韩字说的咸卖 锦卖 这些都是说的 实际上是有利的卖 是吧 有利的卖 杨虚的 那么一般是无利的 所以一般可以这样 找到一些鉴别点 来不断的 比较中间 把它区别出来 这是韩字未尝的 临床表现 注意的这么一些点 最后 那么顺带 说到这个治法上 那么这个是 实寒症这个寒 和虚寒症的寒 都要用温弱的药 但是这个温弱 主要是向外 把血气散出去的 一些发散的 是吧 这么一些药 所以我们说是温味散寒 而味阳虚的是温补 温补 它那个温药用的是一些补的 因为是阳虚了 是吧 我们说是温补阳气 所以两者肯定有所不同 要用一些补义的药 所以这是第六的一个 关于胃的寒症 也就是说胃的寒症 简单的说就是胃的寒症 这是第六的一个 在胃的病症里边 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病症 再往下第七的一个食至胃肠 也就是说饮食极致的 是吧 那么看这个名词上 顾名思义 概念上病基上都能够把握了 就是饮食极致在胃肠的 是吧 我们简单一点就叫食肌 饮食的食 肌 肌致的肌 还有很多有些同学都在 拿着一些提了 或者问一些问题 在其他地方 有些地方还写了肃食 宿舍的那个肃 肃食 根本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用了另外一个名词 肃食呢 它有时候是作为一个 疾病的名称在出现 是吧 这个病呢 就是饮食停滞了 饮食住了一晚上了 术 是吧 没有走 没有停 意识 从肌理上就是饮食 极致到了这些地方 是吧 所以这些呢 都可能 他用一些地方 用了不同的书籍 用了不同的一些名词了 哦 意识 都比较接近的 那么从临座表现来看 隐私机制的 隐私机制在胃肠的 那么他的表现也是比较复杂了 其实实际这个呢 一般我们说的诊断要点和大家最容易想到的 顾名思义 实际症应该出现的表现 比较简单 如果非常典型的说的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是吧 想到 暴饮暴食之后 吃太多了 吃在那儿胃里边堵着了 所以胃里边肯定有胃碗的胀满疼痛 而且这个就完全是一种有形的 看得到的一种邪气的组织 是吧 所以他一定是明显的拒暗了 一直在里边有饮食堵在那儿 那你这样再按压 他让胃里边会觉得更加脏满疼痛不舒适 肯定就拒暗了 如果饮食再下去一点到肠道 没有完全消化吸收 那当然就主要是腹部的胀满疼痛 所以也说最主要有晚服胀满疼痛 但是我们当刚才一看 如果仅仅只说晚服胀满疼痛这个组症 你不能说直接就诊断辩证他是十级了吧 不能诊断他就是饮食极致 刚才的韩智胃肠了 谈饮停胃了 还有后面说的胃肠气质了 其实都有这个胃碗在 这个腹部的胀满疼痛 都有啊 那么现在你要诊断他这个疼痛 这个胃碗挽腹的疼痛 是一种饮食极致的疼痛 那最关键就要什么引起了 哎 酸腐气味了 酸腐是我们前面在讲文整说的 诊断失机的比较主要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法 是吧 所以一定要有酸腐气味 这个酸腐气味 不管他是通过恶尼爱气 是吧 或者是甚至于吐出的一些食物 或者是向下 死气 是吧 前面我们说过了 是吧 这个死气这个意思了 或者是食物也是排泄下去了 那就是腐泻了 反正排出来的都有一些酸腐酸臭 这个气味 是吧 这就说明他是有不消化的饮食 极致到了这个胃肠 极致到胃肠 所以我们说要诊断失机中间最典型的 也从现在来看 确实是暴饮暴食这种历史 有饮食还没有完全消化 停留到了消化道 胃肠道引起的表现 但是我们说饮食极致 实质未尝 在中医学看来 饮食极致之后 它可能进一步引起的一些病理改变 或者说病人临床上来就诊 因为是食肌 而导致了他出现的一些症状 有可能我们看来就从 现在来说 就不一定是直接在消化道的症状了 这个时候的诊断上 有时候就会有点困难了 有点困难了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 实际上饮食极致 在我们中医学看来 这个比较多见 比较常见的一个病机 能引起的病种范围是比较多的 我们下面会提到一些 其他一些学科或者临床 不管内科 特别是儿科 是吧 儿科很容易小孩饮食上 不能很好的控制调节 吃多了饮食极致 但是他来就诊的时候 并不是他告诉你胃晚疼痛 并没有告诉你出现了恶心 呕吐腐泻 这些现象 所以那个时候要诊断 他是食肢胃肠 有时候就有点困难了 他是从其他的一些主症来就诊的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诊断他 其他的那些病症 该是食肌 食肢胃肠引起的这种 他的其他的疾病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第二的一条 注意了 这个诊断要点上第二的一条 说他可能 你询问这个病人 他出现那个现象 比如说小孩比较多的 发烧来就诊 发热发烧来就诊 你容易想到发烧就是外感感冒的了 结果他是食肌 饮食极致停滞引起的发烧啊 他没有告诉你是胃晚疼痛来就诊的 这个时候你凭什么诊断他呢 所以就问他这个发烧之前 前两天有没有暴饮暴食的历史 吃太多了 伤了食了 那要考虑一下了 是不是隐私极致引起的 这个时候你再进一步的去按压 他一些腹部了 你会按压到他这儿 有胀满的了 巨暗疼痛了 他开始来并没有告诉你这些 所以我们就说第二条 这个有没有伤食的历史 对于诊断食至未尝 是一个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注意一下比较好的地方 这是第二的一条 其他的十字未尝 可能建于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疾病 我们就休息一下 再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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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